請坐 請坐 你好 幾位呢 四位 好 來 裡面請坐 來 入夜後的微涼天氣 部分男女老少通通來報到 一口羊肉湯入口 退去了寒液 也滿足了口腹之語 鍋物沸騰 食物香氣瀰漫 洋溺著暖呼呼的氛圍 這邊的羊肉的部位種類很多 然後跟外面不同的就是 它這裡有像羊青 羊搭骨那些 不會像其他就是單單的羊肉而已 這邊又是滿獨特的 是羊肉吃到飽的一間店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湯頭 那湯頭比外面還要有更多的選擇 中藥材的味道還滿香滿重的 對 然後配合得到就是還滿多藥材在裡面 滿豐富的 對 然後也很清甜 很特別 很香甜 我沒有吃過那麼好吃的東西 這種不會造熱 尤其是冬天 老人家吃了 好睡覺 溫補的羊肉爐吃了暖心又暖胃 只見饕客們不顧形象 大口吃肉 守口必用 羊大骨在火鍋裡滾啊滾 高湯伴隨鮮香 竄入鼻腔 色香味都誘人 有些人會把高湯倒入羊大骨 再拿根吸管邊搓邊吸骨水 把精華全吃進了肚子裡 除了傳統羊肉爐的經典吃法 這塊手絲羊人氣特別火熱 我最喜歡吃它的手絲羊 對 它的手絲羊是羊排 它的肉質很緊實 然後又很鮮甜 它的手絲羊口感 謝謝啊 謝謝 它其實滿軟嫩的 對 然後但是又不是說 沒有筋的部分 我覺得咬起來很有韌性 瘦肉夾著層層的油花 雖然取名手絲羊 但是也不需要用手絲肉 輕輕一咬就骨肉分離 吃起來軟嫩 不會太肥也不會太柴 在舌尖留下油脂香氣 我們是嚴選澳洲的小羔羊 六個月以內的羔羊 你看它的羊肉來講 本身來講像千層蛋糕一樣 帶有一點油花來講 這個肉吃起來不柴 而且吃起來也不膩 而且它有一個特別的奶香味 所以吃起來的話 這個羊排是特別好吃的 除了精飄細選新鮮的小羔羊 老闆劉學寶 每天都會依照不同的部位 來場水深火熱的洗禮 跟各位介紹就是我們這個 這本身來講羊腿肉是半筋半肉的 本身來講它這個纖維短 油花漂亮 而且它這個是軟嫩 不柴 吃起來不會卡牙風 非常好吃 這個是我們的羊大骨 這本身來講就是骨頭 非常的大隻 骨管裡面的骨髓非常飽滿豐富 而且你看它顏色 紅的很紅 白的很白 代表它是新鮮